让新闻现场来关心疑似管县老旧腐蚀 大型水管爆裂水柱直冲天际 在上午11点多新竹县宝山路上 有一处直径大约两公尺宽的自来水管突然爆裂 由于水压过大 大量的水柱喷到大约是三层楼高 而且薄油路面也因此裂开 还有部分地基严重掏空 相关单位获报后 立刻到场封闭道路进行修缮 初步研判很可能是管县老旧 加上地震增加了管线压力才会尿祸 而这一次爆管也至少漏掉了1.2万吨的水 让这个供水的缺口至少酿成了8万吨 强劲水柱不断朝天空喷出 几乎达到三层楼高 走近一看更惊人 薄油路面不敌冲天水柱严重破裂 大量自来水涌出 甚至还有地方出现地基掏空 爆管之后下去 爆完波管就错开 大马路沿头地基向下塌陷 一旁的挡泥土墙也错位裂开 12号上午将近11点 新竹县宝山路一段上 一根直径2公尺宽的大型自来水管 突然爆裂 由于水压过大 强激水柱还导致现场约100公尺的道路 峻列下陷 我们已经采用紧急的一个措施 把我们的管路上游的部分的拔门都关掉了 那我们后续已经动员厂商 做抢修的一个工作 相关单位立即到场交管修缮 初步研判疑似为送往宝山进水厂的水管 老旧腐蚀 加上地震 加大管线压力 再会在转弯和接触 出现5公分的裂痕量货 而这次爆管 不仅漏水量高大约1.2万吨 还造成8万吨的供水缺口 也让当地民众相当担心 是挺浪费的 如果说无缘无缘的 民生用水以及工业用水 都影响非常的剧烈 尤其我们这个管线 它是要到我们的宝山自来水厂 再进到科学园区 就怕影响住户和新竹科学园区用水 自来水公司紧急调渡水源 并离批在周一中午前完成抢修 恢复正常供水 解续之前新竹报导